這個我就不懂了 因為編制內司機 如果加班 依法是可以申報加班費的 幹嘛要自己出錢 不是 高雄安很常做這種事情 就是真的像你已經說了 為了圓一個謊 他說出更多不合理的事情 明明就是政府編制的司機 你給他錢幹嘛 再來 我們是在質疑你司機的事嗎 我們是在質疑你車子的事啊 你這七八台車同一個司機 關司機什麼事呢 你就是我們在質疑說 你怎麼拿來收售 人家那麼多車子給你坐 那你現在跟我回答 我有付司機錢 你 你我真的有時候 我也不知道 對不起 因為我學校成績很爛 我沒有匪毛 所以我搞不太清楚說 為什麼他會是這個思維 還是他真的覺得 大家都笨到這個樣子 就是我都有付司機錢了 不要再問我車哪裡來 他就是這種靜音的傲慢 怎麼會有這種思維呢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說法 真是就是很離譜 然後剛剛居然是在 原來我們想說要聲明什麼 結果原來是要聲明說 他這個送禮物的過程 不太適當 方法 讓人家覺得不舒服 難道我們現在錢康明 是因為你送了一個任重道遠 四個字以後覺得不舒服 所以爆這些料嗎 怎麼會把格調拉得這麼低 我覺得真的是讓人大開眼睛 金牌我請教你 你也在柯文哲身邊待很久 為什麼柯文哲跟高鴻安 有一點共同事就是離開他們的政務官 好像大家都搞得不歡而散 那是誰的問題 其實高鴻安就是師承柯文哲 你看這個有沒有很像 蘇利瓊跟他們的副市長大運 有沒有都是資深文官 當初蘇利瓊 世大運的時候去拜託他來幫忙 然後蘇利瓊後來被柯文哲講怎樣 沒得賺了 沒得賺了 然後你看現在他們的蔡立青副市長 一個資深文官 被他講說連公文系統都不懂 人家從基層檢察官做起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人家 人家不懂公文系統 這樣真的羞辱人家 就是羞辱資深文官 再來你看林中明跟錢康明都是 我是覺得很像 就是移除障礙物 就是擋人財路的意思嗎 當初柯文哲在第一任的時候 他要拆大巨蛋出來跟遠雄抗辯的 都是林中明 對然後蓋了最多公宅的 也是林中明 結果第二任他說他要翻案 要讓大巨蛋 大巨蛋蓋的時候移除的 不就是林中明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同一個師傅出來的 他就是學柯文哲的啦 那大家在說 剛剛大家在講說 高宏安房子的問題 其實這個也是學柯文哲的啦 中校東路黨部那個我還在的時候 我很清楚的知道屋主放了兩個辦公桌 在那裡 上面放了文具 但是沒有人來辦公 因為那在中校東路的辦公大樓一層一百多平 他們的租金是不符合比例的 然後就放了兩個辦公桌在那裡 代表說屋主也有人在這邊辦公 其實我在民眾黨那間 那間辦公室從2018弄到2021吧 我從來沒有看到屋主的人在那邊辦公 但是為了就是這個租金上 讓大家覺得合理化 萬一被人家抽查一百多平 你們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民眾黨申報的租金是多少 搞不好比高宏安那五萬還誇張 所以這個都是 所以他是用合分租的名義 然後用比較低的租金 但事實上你的意思是說 他實際使用其實用了一百多平 整個整層辦公大樓 那個應該有超過一百平 那屋主就是放了兩個辦公桌 上面有屋主公司的文件 但從來我沒有看過有人去辦公 那個大家記者都去過那間辦公室 民眾黨一開始的黨部 我從來沒有看過屋主的人在那邊辦公過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知道了 做得到你的肉 聖書本來自家廣東 以出馬來自家廣東 聖書本來自家廣東